那各位同學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張影片 這張影片是針對麥克筆 Copy和麥克筆的硬頭跟軟頭的一個筆觸上的處理 那軟頭的部分呢 它的粗性變化會比較豐富 如果你要畫像這個 左邊這邊上面那一條軟頭的那個 比較細的線的時候 你的前端的實力壓力就輕一點 輕一點的線就會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的硬不會那麼的粗 然後稍微是要放中一點 它會慢慢的粗 隨著你的輕壓跟重壓 你的粗細就會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另外一段硬頭的部分 它的粗細會叫一致 比較細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用硬頭的那個前面 前端那個比較尖的那個筆角去輕畫 它的線就會比較一致然後比較筆直 然後用筆角的側邊去畫 它就會變比較粗一點 側邊就是它的那個筆 印頭那個筆的厚度那個地方去畫 然後用印頭的筆的最大面具去畫 它會整個很平直 然後線條粗細會一樣的一個粗細度 同學在這邊的一個筆觸的示範 真的是需要同學利用時間去 透過這個Copy和麥克筆去做練習 你們一定要不斷的練習 你們才會抓到你們的手感 然後有了手感 你才知道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什麼樣子的筆頭 或是什麼樣子的施加壓力的一個方法 在畫出你們想要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邊的練習就非常重要喔 如果大致會用麥克筆去做一個勾勒的話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試著去畫出一個比較具體的東西 例如說圖面上是一支吹風機 我們如何用鉛筆的構圖 加上鉛字筆的構圖描邊的方式去畫出一台吹風機呢 好 我們走去總編的那一張圖看齊 一開始永遠都是先從基本型態去畫 試著用架構圖去畫出我們要的塊體 我們要的這個吸塵器的這個本體的這個 也比較偏向圓柱嘛 對不對 那我們試著之前是不是叫過圓柱 好 只是這個圓柱是有點漸變的 從粗的慢慢變細的 好 那前面是不是有一個 吹頭的一個嘴巴的地方 我們試圖用一個方塊的架構去畫 畫出這樣子一個劍架構之後 我們進行到第二個圖 我們再慢慢的用鉛筆線去把它描黑一點 把我們要的線條的那個流暢感去把它抓出來 還有中間那個吹風機的那個嘴巴 適時的去畫出一些比較 好像它是這個嘴巴是埋在這一個圓柱人裡面的這個感覺 那差不多之後我們就可以適時的去描一下我們的黑邊 簡單的描一下我們黑邊 這個形態大致上我們的整體性就會出來了 好 到第三個部分的圖 我們慢慢去加它的細節 例如說握把上會有一個防滑的一個robber的地方 還有它整個吹風機會有一個電線 那吹風機上面會有開關 還有吹風機那個嘴巴的地方再把那個 嘴巴的那個空間感把它呈現出來 那這樣子的部分其實已經算是完成了一個 整體性的一個呈現 還是跟各位同學說 不用畫的太像 不用畫的太像沒關係 重點是整體感要呈現得出來 整體感呈現出來之後 我們就用我們的麥克筆 那回到我們前一個章節有提到就是說 光從左上打下來 或是從右上打下來 那老師是比較喜歡光是從左上打下來 所以它就會在圓柱上 它就會一個很強的一個瘦光面 有沒有留白的地方就是瘦光面 然後有上色的地方就是背光面 還有它產品的原色 所以說同學 用麥克筆技法在上色的時候 請透過局部上色就可以 為什麼 因為局部上色留白的地方就是它的瘦光面 背光面就當然就像 這樣塗鴉一樣把它塗滿就好啦 像線的部分跟握把的部分 這個比較照不到光源的 我們就把它全部塗滿 然後適時的在握把部分的那個防滑 那一塊Rubber那個區塊 加點別的顏色上去 原則上一個產品裡面 盡量不要超過三個原色的組成 不然會讓人家看起來會有點亂 所以同學 透過這個吹風機的一個畫圖的方式 從無到有 從鉛筆構圖到鉛筆 鉛字筆的構圖的一個描邊 然後再用麥克筆的局部上色 這樣子的過程真的是需要同學去花時間練習 那一開始的時候 你們可以先從一些比較簡單的型態 例如圓錐 例如方塊 然後試著去用圓錐跟方塊去畫出它的一個 有光影變化的一個整體性比較好的一個 塊體 讓人們看起來就會覺得 比較立體的 然後比較 看起來這東西比較真實的 OK 同學這樣子你們大概了解了嗎 重點就是要花時間去練習喔